RNG是很強的隊伍 現在我們更強 對戰RNG的話 只要我們管好他們中野 不要讓他們中野 比我們四包二包的快 我們就能拿下比賽 RNG是很強的 現在我覺得我們更強 前期有這個火刀架 這就來了 這麼早的一個包起來嗎 這才4級 小明跟小狗捷捷已經捷空了 勾了一下度音幣掛點想殺度音幣 徐蘭這位置傷害不是很高 打出小明的一個閃現 這個炸的我感覺都要操作起來了 感覺還想不想讓你走 想月翼過來回身頂到橘子一吃 回身閃現過去再閃 KASA留了個還好還好 小天來了 不想被轉助攻 這波沒有換第二線 KASA就比較小心 因為他現在的閃現是交掉了 狼行一技能過來 第一時間橘子解掉以後 KASA的確是閃現千敲打步以後 等到金中交通閃現 不然的話他直接一閃 一閃到就直接秒了 沒事沒事 這一個確定是由貓皇說的 捨月沒有干擾到這個理論 目前為止是沒有干擾到的 鐵的心要軍訓金貢了 要安排供子哥 坐直接一閃 海索索空點 九筒來這個位置 供子哥靠在塔下 一個大招直接硬上 這就是沒辦法 沒操作的 是有TP的 如果陰謠躍 都音幣應該會TP過來支援 船長這邊先大招把線送在外面 是 已經是也看到了 那個視野殘存一點點的時間 是找到了KASA 那方普拉斯再續一條水龍 這桶子一直親切 來了 又隊要動了 打不著開個視野 第一波 看到這邊四個人先交閃現 虛弱套戰 供子哥每天走不掉 哎呀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供子哥摸了下自己的脖子 先說 我在打俠虎先鋒呢 那這波 就虧了一個 就供子哥一個人頭 交換一個俠虎先鋒 我覺得這個買賣其實 這個外塔 中路外塔不去守 看吧 看這個先鋒 因為兩邊如果 再進去 這位置已經感覺到了 開始 大招先把線頂在外面 但是感覺要強上了 這個位置 狼青的血量不太好 狼青還在扛他 交個閃現 又在這邊回去躺著他 橘子很高的 狼青被換掉了 這波狼青 再不越的話 太浪費時間了 大家看一下這波 這波其實兩邊都感覺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傷害確實不太夠 這波 這個可惜一個點 就是狼青已經沒有 就他沒有錶 或任何的東西 八二配合船長一個大 來了這邊 先繞後逼一下 這邊小虎的一個位置 吃了一下暴力的蜘蛛 正面有女妖面上的DW很兇 哦 又在這邊 差點被通死 哎 船長有沒有大 船長大招 是 船長大招還會很大的限制你 所以最終是讓UCI補一下發育 快但是發現了 蜘蛛很遠 阻止不了這卡莎一個人 接近大龍門 有CP能不能留嗎 這會穿上大招 龍拿下來了 卡莎一絲血 走了 倒彈包也上去了 小明也交閃了 這波沒有W W剛剛已經交過了 不敢繼續追了 現在其實 經濟上小狗不是特別好 對吧 但如果他這條線打贏了 哎來抓了 但是小明就在旁邊 正面是直接牛頭 而且還用群進走越過來 小明賣自己了 反向的一個Q技能 給隊友爭取時間 中路這個位置 林偉翔跟蜘蛛也過來了 小明這邊秒表再拖時間 強行拖時間 是 人頭被船長火刀砍下來 五條小龍 這波是個接團的機會 但是飛機是有導彈包的 這波感覺要拼成艦了 卡莎一絲 搶到了 正面把他們搭起來 但是UDI的位置有點危險 手刀其中 直接被丁股給秒掉 正面的團戰小明是空了一下 那這波應該已經賣掉了 後方的隊員並沒有進來 那陣亡了三個人的話 大龍時間多久 大龍 沒了沒了 十秒 那這樣的話RNG完全不準 那這血虧啊 完全不準 就可以看到這 感覺要一波 這邊不想吃大龍 復活時間有四十秒 瑞姿有沒有大 有大的話可以把下路兵線送過來 但是有飛機 兵線應該不夠 應該是開大了 這波是兵線進來 送過來了 有兩土龍 有兩土龍是有機會的 非常有機會 看看 這個高地塔掉了 兩個人只能守基地塔 最快復活的是二十秒的泰坦 和二十秒的九桶 那現在只能靠李遠浩了呀 飛機現在只能是做這兩個門壓的 現在要清狼型 要用命上去吧 線清了還有點機會 他身上還有一條 多的一條命 二Q閃開了 沒有開到 流泉中直接被小虎給帶走 又看到沒有 已經掉了還不是能夠坐進去 這邊有一塊金身 小虎還能夠突然閃現 但是怎麼另外 將閃電風去有一個吸火 其中看到以後 還要下暴雨之流的背景 這邊的另外就被阿遠到了 這時候良心佔了起來 一人之間批死 但是二人之類隊員已經復活了 這時候閃現點基地 點基地 基地應該是撿不掉 基地應該是撿不掉 被炸走到到全水面前 沒有結束 要反一波了 哇 我覺得這個決策有問題 不是這波就 說實話真的挺難的 有一個飛機 對呀這個決策就離補 這個決策 朗希是直接TP到了上路 而且他身上還不遇著 但我感覺RG也一波不掉 我覺得RG也一波不掉 直接破破 但是UZI很快會到 UZI這個滑落有沒有價值 對對對這個滑落很快 滑落超級快 他已經飛到了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應該有 不好說 牛頭活了呀 牛頭活了 牛頭有大 護國神牛有沒有活法 護國神牛了呀 這個時候只能看松松了 不能急不能急 現在要等 但是RG的大將也 陳軍也是趕到了 感覺松松有點急啊 松松這位置要傾線 他要給隊友課演時間 但是松松有點太急了呀 太 哇這樣感覺一波了 有點 主要雖然隊友活了 五秒五秒 猜得很快 上天再給我五秒 對番布拉斯來講 這個時候 三二一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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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拆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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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打招小兵倒了 這邊技術掉個字上去卡 卡斯一個也拆不掉 開一個表面之後 直接被躲到卡斯 應該是先倒的 這邊UZI跟對面的AD 躲到他應該是沒有機會 哇要浪費一個村哥了 UZI站起來 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操作空間 他有一套爆發可以秒人嗎 沒有 這不是又被一波了嗎 又要反過來了嗎 但是現在誰有提拼 獨一臂跟金露都有提拼 小虎在盡可能維持兵線 踢了踢了 直接往中和兵線 不是這波不需要任何兵線 只要五人過去 對因為已經沒有門牙了 又是小虎跟狼行 兩邊互相來 不需要了 現在只要四個人走過來 二打四 你怎麼操作 牛頭還很細節的回家 防止隊員有人肉 還不用回家有塔 那這波感覺 二打四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而且龍切消失了 這波直接在基地面前 直接強殺杜英P 但是小虎的位置 嘴硬是在 截掉以後大兵往後拉 但是所有人都直接嘴硬去 點擊地 我們恭喜方克拉斯 我們到底看了一場什麼 這是什麼結局啊 這個最後 這個 這本來是… 一方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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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幫助點… 一方面就結束 又或是因為這種 fait多一點 這個 好像一方面 另一方面 你明確請 推特 十方面 他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